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要留意的一年 为什么呢?因为天璣星很取决于两样东西 就是文昌和文曲 大家都知道今年刚好是新年 新年里面就是我们经常说文昌是化妓的 如果我们刚好有机会有文曲的化妓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情况 视乎两个情况 如果你看到天璣星撞到文昌的化妓 某种程度上容易被人欺骗 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可能分分钟今年有不好的事情 有时被撞到被骗 或者被人有签错合同的事情出现 但如果刚好你很幸运 汇到文昌的化妓 又不同的说 文昌的化妓 就是代表我们靠技艺去吻息 或者靠我们的智慧去发展自己的人生 相对地都会是好的 嗯 好了整体上 就真的要好视乎 遇到什么的星 但是见到她的官律公 即她的工作运非常之不错 巨门化妓 没错 她的官律公是见到巨门化妓 这颗星 其实是好的一个念份 因为为什么呢 她是巨门化妓同时 我们经常说要同时 参考三方四正和 对公呢 就是太阳同时化了权 即是说她是六权媒 是吧 我们之前有说过一个不同的巨门的组合 有一个组合就是巨门和太阳相对的一个工位 我们都说这些人是适宜受外地人的欢迎 或者有我们叫做发外帮财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同时遇到巨门化妓 太阳化权的话 而你的工作 刚好是打外国人的工 或者我们的老板是外国人 或者我做的工作和外国有关 比如说我是做厨师的 我不是煮中菜 我是煮西餐 我是煮西菜的话 相对是好的一年来过 是适宜发展的一年 甚至乎向上发展 那如果你问 就是之前我们都会问 会不会转工或者什么 那如果你想转工 可能转一些外资公司 相对都会相得争章一点的 那应该不需要担心裁员 那些问题 不担心了 就算裁员都很快找得回 不过有时感觉上 因为太阳巨门的组合 都是比较劳心劳力一点的 就是都是要劳而有获 不过因为有时 我们经常怕太阳巨门 就劳而无获 但是今年因为刚好看到化鹿和化权 所以相对都会是劳而有获 是的 而且他还会到 这个裁八公那粒六传 没错没错 那他裁八公呢 因为我们刚才都说到 那刚好是天同星 而他刚好一粒六传就是这个公位 那就是说 其实我们叫做 就是我们有时都会说到 刚好这些组合就叫做什么 叫做双鹿入命 就是说会到化鹿星 同时六传星 射入我们的命宫里面 所以我们叫做双鹿入命 其实是今年适而发展的一年 是好的一年 所以如果天璣星本身就主变化的话 今年是向好的变化的一年来的 天同亦都遇到这个六传 嗯 刚才也说过 基本上你整个三方四传 已经有两粒六了 没错 那会不会都 财八公方面 其实都适合做一些小生意这样呢 嗯 其实又很有趣的 那天同星呢 这粒星呢 是福星来的 但是很有趣的 不是所有的天同星 摆在所有的宫位 都是好的 嗯 唯独天同星这粒星 是摆在财八公 就真的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组合来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天同星这粒星呢 你有个概念在脑上先 它呢叫做先交叉 后剔的一个特质来的 嗯 即是说它上半年一定会是要熬 嗯 下半年才有好的变化 嗯 我们怎么知道下半年和上半年的交替呢 我们就以农历七月打后 就当为下一 即是下半年的开始 七月前呢 就是上半年 所以刚才你问 可不可以做生意呢 如果呢 因为我们要用一年时间来做生意呢 相对就比较 就是危险性大些了 嗯 但是如果你说 我想有些大发展 或者有些大改变 今年真的要定下来的 不如下半年才有些大决定 譬如真的要做生意 譬如我上半年准备好 我下半年才去发展 嗯 相对是相得益将 所以今年来计呢 天同星首财八公呢 未必是好几年 不过好像你刚才这么说 好彩它有双六日 那肯定是相对稳定一些 嗯 如果是这样 不做生意 少少的 就是买卖 可以吗 可以啊 那你一定可以 就是我们说投资投机的话 如果这样说 以你上半年耕耘 下半年有所斩获 都是好的 嗯 因为为什么呢 你想想想 你看到我们的盘里面 天同星的对公就是太阴星 太阴星呢 本身它的三方四正就是主 用来做什么就是做策划的 嗯 就是把钱调配啦 把钱去改变啦 那又迎合了呢 天同星呢 先交叉 后剔的一个特质 所以呢 很大机会就是 在上半年呢 我先拿些钱去投资先 下半年慢慢慢慢就会有收成了 这样的组合呢 相对是稳定一些 也都能够呢 令到那颗天同星 见相六日命呢 是有着数一点的 嗯 来说到六亲公位方面 嗯 那见到夫妻公呢 就有这个太阳化权 那对于就是 就是两夫妇啊 或者一对 就是已经拍拖一段时间的人来说 是不是都好呢 那 其实都是好的一个现象来的 就是因为太阳星 是贵人星啦 那本身都是一个好的 一个组合来的 那不过真的要分一下 究竟你就是 那个当事人究竟是一个男仔 还是一个女仔啦 那这个一定要这样做 那为什么呢 那有些 就是观众朋友都问 师傅有没有搞错了 那为什么男仔和女仔 是这么重要去演绎这一样东西呢 因为呢 如果女命的话呢 太阳星也都代表呼声的 嗯 那但是如果落陷的话呢 相对就比较论尽少少了 嗯 那所以如果因缘上呢 可能就要互相遷就了 嗯 因为他太阳化权 可能就是他先生要恶起上来 或者我们俗话一点 这样讲 要振呼刚 就是要恶啦 这样可能你就要接受回一点 那但是如果你是男性的话呢 如果他就撞到 太阳本身化权的话呢 就代表太太想灌回头家 帮到你手做一个 延妻梁模型 有不同一点了 不过好像刚才你这样讲 相对都是稳定的一个声势 是 但是他化权不会帮到那个 落陷不好的性质改善的 所以刚才这样讲 都会有的 但是就是你不是说 又迎黑到 我的丈夫有事啊 有意外灾飞啊 或者我的男朋友 就是可能 大家例事有意外啊 或者有不好的事情 又不会受到这样的影响 不过就是说可能在口舌上啊 或者我们的艾萨上面 都要小心一点 都要留意一下 这件事 嗯 那其实你刚才说的 化权是可以 减轻了这件事的 嗯 但是如果没有拖泊的朋友 又怎样呢 对了 没有拖泊的朋友呢 我就鼓励你真是出外的 嗯 不过今年真的疫情 未必有能够出外 嗯 那就去试一下继续一些行山团啊 或者去做一些 例如尼岛旅游啊 是 又或者那些生态考察团啊 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一个组合 就是 因为太阳啦 和巨门的组合呢 有一小小呢 就是去 外地碰到一些很有趣的因缘 或者我们讲 可能出外啊 旅行啊 不是容易碰到另一半 就是我们平时讲的 转角就是爱情 可能就是 走个crack 是不是 出去打个回合 又碰到一段新的感情 在里面 都不出奇的 嗯 那就要多出外走动了 好了 至于折压功方面 始终现在大家都很注重健康 这段时间 七杀星的折压功 好像是不是 比较上就不是太好呢 嗯 七杀星在折压功呢 就相对比较论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七杀星是迎黑性很重的一个星系 尤其是今年呢 有一颗陀螺星在这里 除了我们会容易 被刀刀劍劍所伤 而七杀是金 所以我们代表是心肺的功能 那我们都要很小心这一件事 尤其是陀螺有时是慢性病 我们自己都要很小心去 就是有这一件事 当然 我们收到人最想 就叫人鼓励就是什么 譬如今年年份不好 或者犯太岁 最好就拜太岁 拜豆母元君 都是好的一件事 嗯 没错 其实今年的太岁 就是这个阳信大将军 大家可以去到不同的宫廟 那就去拜太岁 拜豆母元君 期望新丑年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 健健康康